李彦宏马东明两人力挺 为什么是他带领百度对决头条戏 百度的传统搜索业务与新的主航道信息流业务 都将与头条正面对决 一位参与风云计划的人士对声望称 在这场流量大战中 百度是否能重新夺回往日的份额 关键在于神斗的调整能不能成功 对于百度整体来说 似乎也将希望寄托于此 赶紧过度赶紧救火的感觉 一位百度员工这样形容目前百度内部的状态 搜索是李彦宏带领百度闯入互联网世界的门票 知乎和果壳积累的高质量内容 是百度投资的重要原因 当百度扩局内容的武器百家号等自家产品被外界诟病时 百度更需要高质量内容夯实堡垒 投资知乎和果壳则是在于 今日头条的搜索战役中增加自己的砝码 深网了解到 负责信息流的商业化团队 与搜索是附用的同一个团队 最开始的客户也主要来自于搜索 为了推动信息流业务 百度从一开始的销售策略 便是要求客户在购买搜索广告时 也要同时为信息流广告充值 这样才能购买搜索广告 很少能够判准新机会 总是在照搬别人 或者以其他热门业务公司作为对标 另一位接近百度高层的人士 在谈及百度战略时如此说道 无论是自己做业务 还是投资 百度更多是采用跟随战略 很少能在第一时间看准一个新兴领域 然后做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اب